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现在这个画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实这是一个叫恐鬼症的恐怖游戏 今天我们就要边回顾姐姐煮酒杂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失序的失态的各种行为 给他们一些壮胆的壮胆的任务 然后他们要去完成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开一下反省会再出去吗 对我们要先开反省会决定我们第一个出场的人是谁 嗯好那就我来审判啰 好的 那首先我们就先来审判西隆这个三岁小女孩吧 我也说我是不是 我要先说西隆做错了什么事 我要先说西隆 好 首先呢 到底有谁会在大半夜的一直吵 我要吃荷包蛋 这个其实听你们讲过之后我有想起来我错的离谱 然后你还知道你炒要吃什么吗除了荷包蛋之外 我只记得荷包蛋 他就一开始最一开始说我要吃荷包蛋 然后过阵子然后突然又冲起来说他原本躺在床上了 然后后来又冲起来说我想要吃炸单葱油饼 神经病 然后再过阵子又说我想要吃咖哩饭 好肥哦不要再吃哦 那个时候都几点跟我讲这些东西谁弄得到给你啊 终于关台我想说好可以收拾东西了 然后西隆也没在炒应该是没事吧 然后结果结果他又突然坐起来说我想要吃煎蛋 然后我只好为了满足他的欲望 为了让他不要再继续该我就真的去厨房弄了一颗煎蛋给他吃 我那时候拿到煎蛋的时候我本来想说怎么会有煎蛋 这每次我看你还就是很完好的做起来 然后就是一副我要吃我要吃我准备好要吃了的样子耶 我问完之后死死已经忘记了 所以可以不用屌我没有关系 但你就一直讲我就想说你应该很想要吃 那就是我们带到妈妈 如果他这个时候有咖喱块的话 可能连咖喱都会把我做起来 其实有但我不想 因为没有肉 既然我们刚刚已经是母女的关系了妈妈 你会陪我进去吗 不会你要选择长大 拜托 拜托 你要选择 你的声音好丑 你要拿出你的诚意啊 整天就只是将嘴巴讲讲拜托就没了吗 我要拿打扣吧 你要拿什么 阿爸的第一 我的音源色彩不是紫色 紫带啦 我的音源色彩不是紫色 就紫色 紫带啦 紫带啦 扣扣扣扣 等一下我要看 用我的画面看着你在那边打扣 紫带啦 紫带啦 izado 好 那有吗 好 爹 好我要继续讲了 反正呢 西勇的下一个罪行呢 就是我都已经那个弄吃了给他 他应该满足想说 应该是可以准备去洗澡休息还是怎么样 然后结果西勇突然又坐起来说 我想要开那个音讯空间 为什么他都不给我开 然后我就还帮他研究他的手机 然后好像iOS的推特 就是没有音讯空间这个选项 不要制造造音 好那不管我要继续讲 然后后来我就帮他研究 就是用enjoy的方法去开的话 iOS是没有音讯空间这个选项 然后只有还是一直开 我就只好跟他说 我就只好跟他说 好那我用我的手机 我的账号帮你开 来让你跟大家讲话好不好 然后他说 哦好啊 然后那个 这些都是下播后的事情了 就是你们看回放是看不到这些东西 因为这都是下播后的事情了 然后呢 好我终于把他开了 然后他就开 看着那个人 就是可能很缓慢的增加 然后就说 什么都没有人 然后我就说 蛤他们还没有进来 要等他们一下啦 然后后来 他就看看看 然后他就原本想要讲话 然后就跟我说 然后后来他就说 啊为什么他们都没有留言 都没有人讲话 我就说这个音讯空间是 你要自言自语跟他们说话 有来有的呀 他说你要自己跟他们说话 然后他们听这样 然后我就靠近手机跟他们说 诶那个如果你们想要跟西红讲话 你们可以在DC留言 然后西红会 西红会看 然后就会回你们这 然后西红就开始编 他的手机就看DC 然后我的手机就在那边 就是开音讯空间这样 然后后来那个 后来西红就讲一讲 然后他就突然很开心的 把棉被把自己盖起来 然后就好像在棉被里面说悄悄话 我就想说嗯 他应该可以很乖了吧 然后我就在旁边收东西 然后收到一半他就很笑笑的说 有人在偷听我讲话 嘻嘻嘻 之类的 然后这个 蛤 然后我就一个傻眼 我就说我在收东西 然后他在那边笑一笑 然后就不理我 就继续跟大家讲话这样 我无言 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可以 嘎成这个样子 我们继续下一个审判 好 下一个审判就是我们的 岳上 为什么不是笑话 哇太霸了 岳上呢 那一天下波的时候 他看起来人就很正常 然后我就想说 哦 岳上应该是酒量很好 应该没事吧 这样 然后他就突然说 今天波为什么一直好想要上厕所 然后他就进去了厕所 然后之后 我就搜搜搜东西 然后应付那个很干的小朋友 然后 然后就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我就觉得 奇怪 为什么厕所一个声 一点声音都没有 然后我就想说 欧卡米还好吗 然后趁那个很该的小朋友 还在很开心的在那边玩音讯空间的时候 我就去敲敲门 我就在敲 欧卡米 欧卡米 然后敲了好几声没有人回我 然后大概三四遍吧 三四遍左右 你才突然听到一个 嗯 然后我就说 欧卡米你还好吗 欧卡米 然后她说 嗯 嗯 嗯 然后我就说 你有需要 你有需要帮忙吗 因为他门锁着 我也没办法打开 我说你有需要帮忙吗 然后她就 嗯 然后我就想说 好可爱哦 我很好还是怎样 然后我就 我就 哦哦好呢 反正他有回我 应该是还OK吧 然后我就继续去收拾了 然后我就 因为东西很多嘛 然后 就大大小小盘子 我好不容易都收拾好之后 我再去看一下那死小孩 哦那死小孩看起来 还在很开心的讲话 好那应该暂时没有问题 然后我就想说 为什么欧卡米 还是要没有声音的呢 我就要去敲门 然后就一样就是又 再重复一样的事情 然后 这个 这个过程 我大概反复了 五六遍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她一直不出来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破门进去 我就一直说 你要不要先出来 你一直在 厕所里面 睡着会感冒 大概讲了 真的是 我觉得应该快十遍 然后 欧卡米才出来 就是从 问你还好吗 然后跟叫你 我觉得应该快十遍 应该起码有七八遍 然后好不容易才把欧卡米 喊出来 大家都以为欧卡米没有罪 没有啊 她只是行为很正常而已 她就 她就整个人很不对劲 就是 我就想说 好像比起那个会干死小孩 这一只好像比较不对劲 很恐怖的 她是不是非常安静的做奇怪的事 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我就说 你 你还好吗 她说 哦 我在里面 吐一吐就睡着了 就是她后来有跟我解释啊 因为她说她怕隔天会恕罪 所以 她会 前一天让自己 睡在厕所 在厕所 睡隔天才被宿醉是不是 哈哈哈 跟马桶抱一下 好的 然后那我要讲后半段的欧卡米了吗 哈哈哈 主 主教请说吧 主教 好的 我们家欧卡米呢 后来不是说她终于出来了吗 嗯 然后 我就想说 诶她要不要去床上躺一下 然后 然后 不太说话 但就是跟我摇摇手说 嗯 没关系 我 我先坐一下 走出去 然后走到 我那个 带她家的客厅 然后就坐着 然后我就先去 弄东西 然后 后来就是 我再出去看 过阵子 我处理完该的小孩 然后 出去看欧卡米的时候 我就发现 她就趴在我家的那个 扶手上面 然后就睡着了 然后 我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叫醒她 因为毕竟 我们其实当天是约好 我们三个人要一起睡的 结果他们两个睡的 都不是我们原本约好要睡的地方